大家好,歡迎來到希望知青財經觀察站 我是七口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海內外的著名經濟專家 黃俊蒙先生,黃先生你好 世哥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在3月初我們討論過一個問題 經濟學人當時提出了一個亞洲代替供應鏈的情況 代替中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 上星期本來想說的 但因為上星期又出現了一個金融界巨嬰 倒下了,這就是矽谷銀行 這個問題其實關於經濟的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可以說是前一年可以這樣說 已經在警告大家 跟其他金融機構差不多一樣 正在警告大家說全球金融危機 越來越大越來越接近 但是近期又看到了中國大陸公佈的經濟數據 這個經濟數據表面上真的看到了北楊樂觀 一月餘份的經濟數據相當差 而且也看到海軍的官長在安慰 有大量的貨櫃空置在碼頭的說法 他說這是國際對中國充滿信心 哪是信呢? 這個很明顯看到了 他現在還在說出世代法 如果有訂單的話就無所謂 現在沒有建議訂單 因為之前一直都看到了 剛才所說的經濟學員 就是亞洲有14個國家一直在代替中國製造的情況 現在還在如火如荼做 因為上星期在說的這個植谷銀行 其實倒閉之餘 為什麼倒閉呢? 就是一些港股市公司導致了它倒閉 今星期也看到了另外一間更大一點 就是瑞信銀行 聽說這個瑞信銀行 也是因為港股市公司說得太出色了 令到它也倒閉 因為今星期也看到了 習總去了俄羅斯 要將它中國大國變成世界大國 那怎麼開始這樣講今天的話題呢? 就是今天從這個中國大陸 公佈了一到二月份的這個經濟數據 可以講起先 因為看到了現在進出口的這個數據 下跌著 無論是出口就下跌了6.8% 進口下跌了10.2% 那從這些數據裡面看到了 會不會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 因為進出口也少了 買東西也少了 那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會不會是這樣呢? 看到了的情況呢 也有人在說 帶四季的季度呢 帶四季的 爭長會不會是跟它有相比呢? 那今天請黃先生來跟我們做一個分析 是 那我先簡單講講這個數據 我先將哲論埋在前面 那現在我看到是出口減少了 那是兩方面 一個訂單少了 第二個產能力也是不足的 那進口減少呢 反而好像石頭哥說的 反而我們還要關注一點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消費力的下降 一個表現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因為大家明白 進口的一部份 是中國很多出口產品 包括連出口去那些無人機 那些芯片和很多鏡頭 都不是那些生產的 那它是拿了加工 進口零件回來 再增加附加值 變成高附加的產品 再去出口出去的 那所以如果進口大幅度減少 已經明顯減少的話 這個是 意味著中國一個 即我認為 未來一部份 那個高附加值的 這些出口產品 情況是比較 應該說 非常樂觀的 那我看看 主要幾個原因 我們今次就總合成 一點講講 那這個也是有一個置身原因 這個包括 北京官方都說 上年12月份 大家知道 那我突然間 由清零變形 放鬆 一放鬆之後 整個疫情 完全是很難控制的 那麼迅速大量人病倒了 甚至是死亡了很多 那導致正好 今年的春節特別早 那麼十二月到一月 一月春節 那大量工廠 是不得不提前放假 那工人幾年沒有回去 又可能回去鄉下過程中 也都是帶來時間比較長 加上有些親人可能又病倒 甚至是那個小小 那令到很多工廠 尤其是朱三角工廠 它大量需要一些 由內地來的廉價勞工 那這部分是影響了他們的整個生產周期的 那見到就說 可能會相當多的訂單 就是沒辦法去接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客觀的說法 也都是海關總署 和北京的一個主要說法 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定的基礎 第二方面也是看回 因為它的數據 它目前看到是以美金計算下跌 是6.8和10的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到2023年 它的人民幣率是急起下跌的 全年來說它跌了11點多 所以都導致了如果是未完結算的話 它就會加劇了那個 我剛剛才說的數據的一個下環 第三方面看回 我覺得這裡真的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是一個趨勢的變化 我認為是一個拐點的出現 整個外貿形勢 你知道外貿對中國是重要的 外貿形勢跟2021年和2023年 之前是如火如荼的形勢 是很鮮明的對比的 我看回頭就是同年 我們說回2022年前2月2月份 中國的進出口是增長了13.3 上年那時候增加了13.3 兩位數增長 而2021年還要很誇張一點 2021年中國的進出口是增加了32 兩位數中是32 相當來說這幾年已經很好 現在明顯是校環 我覺得是一個拐點出現 另外再看一下 剛才講一下集中商問題 他的說法就是 集中商擺在出口馬達裡面 應對未來中國過完半季之後 開出口就會突然大幅度增加 所以提前佈局 反映這些航運業 對中國外貿未來的復甦前景 是充滿了期望的 我覺得這件事 客觀說他 應該這樣說 就是他當時評估中國的出口程式 因為我們看到上年是83 再前年是32 他認為今年可能的運勢也很好 所以一、二月份 就堆在中國的貨櫃碼頭 想接單 誰知道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突然間你不單止沒有增長 就下滑了 你明白一件事 這些貨櫃是不可能一天堆在那裡 因為馬頭不收錢 這些貨櫃本身也是租金 所以這些貨櫃堆在那裡 可能很快就搬一部份 去東南亞十角 待會我們會晚一點講 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這個 今天就著重講講 大家都經常講 中國的外資撤離 外資企業撤離 這個情況 為什麼是怎樣情況 我們每一期都經常都要運輸資料 因為實際上中國本身是沒有公佈 而且這些數據本身是很難去找的 我們最近又找到一些新的數據 應該講一下蛛絲馬跡 我這次找到這個叫國際金融協會 簡稱IIF 它在去年九月份 其實也有指出 當時中國大陸 大家記得 上年的房地產危機 以及當時還是比較嚴苛的清明政策 這個IIF 國際金融協會 叫Insti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他就說出來 他統計到2022年9月 他認為有982億美元 在折離中國的債市 我們講一下債市 就是債券 根據路透社也說出來 當年人民幣匯率下降了81% 就是對美元的 其實這也在顯示 有資金突然抽離 他不斷拋入人民幣 所以導致人民幣的貶值和美元的升值 這個是一個短期的效應 來看出來的 根據老透社也指出了 他有一些渠道 認為很多資金 沿著一些非官方的渠道 是移出中國的 顯示出內資和外資 都對中國的信心是動業的 首先我要強調一下 大家聽過很多這些地下錢莊 或者我們講的非官方渠道 轉移出中國 在國際貨幣裡面 就是我們國際金融業的統計 其實他認為這部分 其實屬於內資 就是因為外資撤出 他跟人民銀行去打報告 目前中國還是對外資撤出 還是比較放開的 雖然說前段時間 偉家的大鱷拿不到錢 可控二鬧三上調之後 現在的錢拿回了 基本上拿回了 但是最主要是內資要離開 他就沒有一個理由 那時候只能通過這些渠道 我們看到整個單系 2020年頭的9個月 已經不見到1000億美元的撤利 這個規模是相當大的 顯示到這些外資企業 或者是國際性投資的機構 是對中國國內的信心相當脆弱的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根據IRF所說的 就是在2022年整個年來看 中國工業生產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 服務業基本上來說 我們覺得是相當疲弱的 也顯示雙重壓力 一方面就是 我們上年大家知道 美國也是一個大的通脹 歐美也是通脹比較嚴重 整個消費也比較疲軟 這個是跌加了 就是那個訂單會減少 而中國又是清零封紅 本身訂單少了 他就不爭取之餘 還要封紅 令到這些訂單轉移到其他國家 大家要記住 我們買個商品 大家留意一下 你去美國的各大超市 或者商店裡面買東西 成衣製衣最明顯 這件衣服 基本上我看到最近 自己買了一件新的 都是越南出的 都已經不是中國出的了 這些中國強項的製衣業 都已經是轉移了 因為訂單給你 你封城加不了貨 他沒有理由說 大家不穿衣服 或者大家不消費 來等你 那些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部分的資金 這部分的訂單也是轉移出去的 其實上來講 根據這個 其實他再找 路透社就找了一個 中國國家金融帳戶 他應該是找到銀行的 他顯示單單是 其實這個數據還要大 剛才我們講的 國際金融業會裡面的估算 他就找到單單是 2022年的上半年六個月 已經是一千零十億的美金 撤來中國 我看回頭 這個應該是2016年 就是2015年 中國的金融危機 大家看見有些印象 2015年 當時在鼓吹 外資沽空中國 這個問題都不對外流通 怎麼沽空呢 實際上 這個是最大規模的設資行為 另外我們看到另一個佐證 就是法國外貿銀行 他表示 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他們認為是屬於 不差和遺漏的類別的 實際上來說 大部份是很多民眾 包括國內內資 都是以非東方的方式 付出資金的 他認為在去年 大概有452億的 如果是根據路透社 他找到的中國國家金融帳戶的資金 他重疊了 剛才講的INF 大概來說 上半年1,100億 我估計下半年差不多 大概2,000億 另外有452億是以非官方的 總共是有2,500美金 以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徑 又離開中國 這是我們說的 2,000年之後 是未見到這麼大規模的流罩 所以現在顯示 國內和國外的民眾 都開始擔心經濟的惡化 剛才黃先生說到 外資或內資都是遷移往外流的速度 相當驚人 2,000多億 只是去年 應該是去到2,000多億 有幾百億 其實就是非官方的流出 我們之前也提到 因為疫情之後 其實上海包括有錢的人 或者有能力的人都說要潤 會不會也是這樣 怎樣對外資會向外移 因為內資 內資向外移 外資也看到了 包括了日本雞能 蘋果 包括了富士空 現在都移到印度 但是 似乎中國的官媒 經濟日報的說法又不同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黃先生 剛才你沒有猜錯了 其實我們在之前 早兩三年 香港反動中之後 其實我們都指出 當時的新加坡是 創出運動 意圖在香港反動中運動時 奪取金融中心 即是再向前走一圍 另外不斷地大量吸收 一些來自香港和國外的資金 看看數據 我們看到 一個2022年10月份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揭曉 新加坡是一度 成為超過香港排行紐約 倫敦之後 現在目前是全球第三 香港跌得名 剛剛跟新加坡是反過來的 其中你看到 人才方面 這個叫做高潔力人士 基本上這些是 亞洲富豪榜 至少排到位 這些高潔力人士 特高的 特意說出來 全球是2,600人 是在2022年進入了新加坡的 那些部分人 相當部分是來香港 或者跟香港有關係的 不知道很划算 這件事就是 那個北馬威 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他專門計算過 他特意用那個港幣來計算 他就說 香港流入新加坡 但是2011年 他們有顯示的 是有6,380億港幣 就是2020年和2021年 分別是6,000多個港幣 流入新加坡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情況 就是 你現在有沒有猜錯 新加坡是接了相當多的 香港這部分的業務 包括我們看到 現在那個 不過2022年 新加坡新設的公司裏面 有44% 是來自於香港、澳門 和廣東三個地方的人開的 那麼 2021年其實都多了很多 2021年已經增加了39% 所以看到很明顯 這部分是向東南亞轉移 包括新加坡 至於我們說的 中國官媒裏面 外資撤離中國的說法 就是 我認為存在 但是個別的局部 其實這個 大家可能 有時候 穩定的 穩預期 他不會特別去專門說 現在很不行 不可能 就算是大躍進 時都說 糧食產量都很高 這個不需要太過在乎的說法 另外我們再看 我們再說 這個 國際金融協會 我們先說的 那個IIF 它裏面說出來 經濟困難 其實不單是中國 其實是全靠性的 但是 它說出 因為2002年初 其實已經是很明顯 表現出的危機 它有一部分 涉及到美國和中國的債務 根據IIF的統計 中國第一季度的債務 增加了2.5萬億美金 大家記住 中國沒有執行 像拜登那種疫情紓困 拜登上台之後 幾千幾千都到處睡 中國沒有執行這些補助 但是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1、2、3 三個月 債務增加了2.5萬億美金 這個數據來自於 Insti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s 它是指出的 但是美國增加了 美國一直以來借債 很出名 美國增加了多少 美國總量 經濟總量比中國要多 第一個 第二季度 2022年和2021年 都不斷有幾千億計算的輸份資金 美國只增加了1.5萬億 中國還要比美國多一半以上 就是2.5萬億 中國2.5 美國是1.5的 反而是歐元區比較健康 歐元區看到債務是連續 三個月度下降的 所以看回我們幾萬億 沒有什麼概念 我講講這個概念 不講中國中央政府 是說地方政府的債務平台 根據這個國際金融業會統計 債務總額是已經超過了德國 法國、意大利 就是這些歐盟國家的債務 政府債務總和 就是說中國地方政府 這些東西 就是籌集的資金 已經是多過這些歐盟的發達國家 德國這些發達國家 不是說貧國家 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 加上總和 你想想 所以有時候 中國的 你說是否很繁榮 是否大國運氣 我也是的 你看看 它分分鐘已經多 就是有錢過德國 法國、意大利 不過錢是負數 就是我們講的前面 有一個負數 另外看回IIF 還有一個機構的全球債務監察 也屬於IIF 它是以非金融類債務最多的 例如我們講的政府的債務 就是收橋補路 又要搞這些罰工資 甚至是起荒艙 這些地方債務 地方政府的債務 佔政府的比重 是10年前計算 2012年 就是習主席上台前後 當時中國的地方債務 地方政府的債務佔GDP比重是32% 現在增加到46.8% 短短用了10年時間 中國的地方債務 是翻了50%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 力量計算了30年 突然去到2021年 就去到46.8% 你記住中國地方政府 不是包括中央財政、中央政府 省市、縣政府 我們看到企業方面 又有債務 中國企業債務的佔GDP比重 又增加了 原來已經超過GDP 企業債務超過GDP 是1.28倍的 增加到1.54倍 企業債務的增長相對很誇張 但是沒有地方政府這麼誇張 政府是短短10年時間 增加接近1.50% 而企業方面 大概增加了1.15%左右 相對來說 我覺得還算是比較健康 同時看回中國 為什麼說 房里加市場上面的大計機 對於中國家庭的傷害非常重 我們看到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債務佔比 更誇張 由30% 直接增加一倍 又多到62.2% 短短10年 中國的家庭 即普通老百姓家庭 即我們說的三代債三 壓制老百姓老百姓上面 它的比重突然多了一倍又多 比政府債務 比企業債務更多 可以這麼說 經激增長這10年來 當然是很多勞動力 即很多老百姓自己的付出 以及資源的變賣 另外一方面 其實都是跟債務的貢獻有關 至於債務方面 也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債務貢獻最大的 如果按照你所說的家庭債務 雖然有很多房牢 車牢 這些債務可能是家庭方面最大的 這兩件事 沒錯 你說得很對 其實房貸的壓力 對於中國老百姓家庭來說已經很大 加上來說 因為它的鎖稅計算跟美國不同 美國來說 我們說的家庭負擔 可能還可以對沖稅收 中國都可以 但我們說的 你要有一個銀行的貸款 相當哆嗦很多 它不太容易申請減免 另外來說 其實這些債務 包括我們所說的 這個IIF 它已經了解到 相對來說 很多的金融機構 或者投資人 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也順便說 不要聽那麼多 這些Facebook 或者YouTube裡面 很多隔離炒股 看什麼 這些所有真正做金融投資 或者做經濟類 他們會買這些報告 買這些報告 提早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 在2021年和2022年 中國很多外資撤離的原因 其實當然和封城 封控 產業鏈轉移有關 是另一方面 他也很擔心 中國這種高債務 某個時點 可能他會特地 局部也好 全面危機也好 危機是越來越近 所以他會加速撤離的一部分 原因就是 我們簡單來說 建好就收了 不要等下雨才收財 濕透了 很雲蓋頂 就早點散 所以會導致一部分 加速撤離的原因 你這樣說 現在債務的問題 加上外資撤離 現在美中和中歐之間的貿易又這麼緊張 撤離了又不能進來 按照這樣說 中國大陸的危險性很大 沒錯 我們正強一點 就是 因為中國很多時候公布的數據 千萬不要質疑它全部數據 假的 這些質疑是 受到困難下去 因為它經常統計很有技巧 統計學科 統計學科裡面 分出來一個專門學科 很有技巧 剛才我們說 好像中國出口數據 如果按照人民幣和美金的兌換 它貶值 跌加上去計 中國出口數據 今年一、二月份的下降 其實不是很明顯 1%左右 不算多 你統計的數據 可以有技巧 但如果人民幣計價的話 就沒有下降 所以它的方式是比較靈活的 但問題就是 相當的部分 記住外資撤走 但也有外資 不能說不要入圍 也有入圍的 有部分外資入圍 新的外資入圍 完全沒有 我們說 包括這幾年 外資走 馬上不去上海 開廠、撤廠 只不過可能它有部分 新廠、印度開 但其實都在加大這些投資 所以看來講 其實都是 我們說的撤走的意思是 兩者之間對沖 剛才INF說的 2,500元 它是有外資出去 對沖的結果 總體來說 撤走的速度 比人民的速度多很多 我們灣區這邊 最關心的是 高科技 亦都關心 植谷銀行的倒閉 其實近年來 大家也看到了 中國 很古代的時候 出現了四大發明 現在又在中國大陸 出現了新的四大發明 新的四大發明是甚麼 傳播和高科技有關 新科技 新能源 新技術 之類的四大發明 其實這些 就是講故事公司 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 植谷公司 其實植谷銀行 其實就是跟這些 講故事公司 因為太緊密 引起了它 一倒閥的時候出現問題 因為之前 中概股 一直都被認為 在美國的股指上 或者是 科技股上 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現在似乎是 這些中概股 成為了下滑的領頭羊 這個情況 植谷銀行 對 倒閥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或者對這些 新興的科技 有甚麼影響呢 王先生 是 其實植谷裡面 會約那些 我們講的金融大鱷 它是另一種派別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就是華爾街 訂製西裝 背景很暗 木側大班桌 擔口雪茄 華爾街傳統大鱷 在歸谷裡面 植谷裡面 就是另一種大鱷 我們叫做 樽領長袖 毛衣休閒庫 他的標配就是 樽領衣 長袖 毛衣 有限度 這種人都很厲害 即是史蒂夫雅 史蒂夫雅 史蒂夫雅 沒錯 其實他模仿他 但史蒂夫死了之下 就很慘了 他就模仿他 包括之前 我們記得 伊利沙伯 伊利沙伯 搞一滴血的騙局 搞了十年 這個灣區 和灣區很多搞空氣幣 我們常常說這些 不是叫加密貨幣 經常叫加密貨幣 這些就是空氣幣 你哪個貨幣不加密 美金不加密 我們現在馬上引炸出來 沒有人不加密的東西 空氣貨幣很流行灣區 之前我認識過 聽我不說 是比較熟的 他們說我聽過 灣區的幣圈裏面 很多華人 都佔半逼幫山 他們行內認為空氣幣 你們信不信 這件事 這個灣區的人都覺得 這方面不會被緬甸北部 這種東西差 中國大陸一直以來都是歸谷方面 我們說的傳統科技 最早是真空管 半導體 都是歸谷的一個強項 中國很早就開始 妙准歸谷作為一個成功的合作 也是對手 但我看到現在 中國反而在歸谷合作方面 中國正在引領著 剛才說的全球風險資本的投資下滑 根據彭木社的報道 研究公司 先巡 公司顯示 但是在2022年的上半年 我們看到中國的風險投資 加益額 是同比下降了 假設44% 即不見一半左右 美國下降速度的兩倍 全球下降了4倍 第一次到2022年 基本上過去那一年 這些所謂的港股市公司也好 有些真假的 科技公司有些假的港股市 加上風險投資 基本上我們看到 納資都是下跌的 整個美國對這方面 都開始收緊和謹慎 但是中國明顯 還要誇張很多的引領 而且基本上我們看到 那個情況是比較尊重的 以及帶領著這個下跌的 但是實際上每一次崩盤前 大家記住一件事 基本上在所有金融世界 裡面常見的案例 就是常見的規律 每次大崩盤前 一定是一個 升息軟碼的大盛現 根據剛剛我們說的 Pitchin這個 宣傳的數據 2021年就是 當時中國的風險投資 是達到創紀錄的創世 即創紀錄的水平 去到1,300美金 專門搞風險投資 大家記住 風險投資真的有很大的風險 不是我們說的銀行債券這部分 2021年是 1,300美金 就是比2020年高了8.50億以上 短短是突然升上來的 所以你一看到這些數據 突然升上8.50億以上 你一記住 往往金融市場 意味著一種大的災難的來臨 有些說法就是 中國突然敗變 因為政府對科技整頓和嚴格防控 我一直都很反對 這些不是科技 大家記住 包括京東 阿里巴巴 哪間是科技公司 我想問一下 這些全部聯網應用 或者零售業公司 或者工廉業公司 這些跟科技產業 是沒有半無錢關係的 除了名字叫科技之外 在2022年盛現結束前 壓軸又是比較誇張 可能大家都有些人像 我們節目經常批評 突然間中國大陸很流行 搞了所謂新能源加商的任務 電動車 美國叫做電動車 EV Electrical Vehicle 但中國不是叫電動車 中國叫做新能氣車 充電的新能源 即是我們的手機全都是新能源 包括我們所說的電控 都是新能源 這些全部充電 都叫做新能源 其實這是一個局 中國當時突然間投入了很大量的資金 去搞這些新能源電動車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 突然間被往年增加了50%左右 整個風頭 其中這個新能源 不知道加幾倍上去 以前也沒那麼誇張 同時我看到 社會資金是這麼多的 將這些社會資金投入 去這些所謂的講故事的電動車裡面 去到一些我們所說的 供應鏈為主的互聯網應用裡面 什麼減少了呢 就是我們看到信息技術 即是改變我們那個 我們說的 例如平時我們的光纖 或者我們平時的通訊技術 這部分是減少了 另外醫療保健減少了 加上一些非必需資金 減少了 總共能夠減少50% 即是我們所說的 它增加了投資的風頭 增加了50% 但是基本上全部都去了這些 所謂的講故事的新能源 這些電動車 以及講的半導體 大家記得當時武漢 當時扔了一千多億 搞一間 模擬生產芯片工廠 美國的一千多億都沒有了 這就經常講最大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 我建議大家看一本 看一個很好看的 美國電影 叫做金拱門 我忘記了 是否叫高登基 我忘記了 它的名字 它是說麥當勞的起家 麥當勞的起家 麥當勞的起家 麥當勞怎麼做了例 就是 他們在球場畫圖 然後把每個人工作的位置 在地上死去 然後你無意送餐 無意送餐 其實當時我看過 那些 有人在裏面做的 台灣人說 當時武漢的芯片 千多億的投資 也是這樣 大家無意 你插著舊東西 就說這個芯片 我轉移到你 你加些什麼 其實芯片是沒有的 只要大家在這裏 做模型 做出來的 最後結果 肯定全部都散了 變成說 將大部份的資金 看上去很豐盛 1300億美金 投下去風頭 但是全部都是這些公司為主 大部份是這些需要真正投資的 例如 熟悉技術 我們說醫療保健 這些很需要 中國現在又要老齡化 加上醫保社保有不夠 它又沒有錢投下去 我們看到這部份是減少了 另外就是 因為當時要搞一些所謂新能 一些風電 太能發電 就令到大量資金投下去 這些叫做能源 公共事業方面的投資裏面 另外我补充上星期 我們講的公銀行 SVB 當時的部分 當時那間公司 當作了很多中國的港股市公司 我們講的互聯網應用公司 在美國上市之外 它當時投了很多錢 借了很多錢給什麽公司 就是我們拜登最喜歡的 就叫做氣候問題 解決氣候難題的公司 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你打斷工業名義的企業裏面 你明明說什麽 這些公司裏面 相當多公司 就是跟SVB 裏面獲得錢 有投錢 我們記得這個就是 SVB 當時做中介 它會幫你找這些基金的投資 這些公司 有些公司信不過這些企業 可能就是SVB 作為一個中間轉介 又可能作為一個擔保 或者中傳 這些公司 剛才我們所說的 所謂的改變氣候的公司 這些那麽厲害的公司 它無資回來 即是我們說 如果把錢給你 它下次用不完 它又放回SVB SVB 看到它有錢放在那裏 它又把這些資金 又借給另一間均人公司 均人公司是港股市公司 就是互相借來借去 所以說一間公司 只要你用錢 它是沒有錢給你 也可以這樣說 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說不是全部原因 OK 那看來講 現在這些投資者 對中國 最大的問題是 這兩三年 由於我來之前節目講過 美國的美聯儲 美國政安會 就開始查處SEC 查處中國這些企業 不規法 第一個就減少它上市 不過中國的滴滴 已經撤毀了上市 中國自己的 瑞信咖啡 大家記得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講這件事 做假案 令到很多中國企業 之前想著充滿期望 在美國能夠困一班人的錢 接著就在美國上市 再割完美國韭菜 以後再轉回香港 或者轉戰國外 再割中國的韭菜 這個計劃是很理想的 故事說得很漂亮 敵數不漏的 但問題就是 政安會也慢慢會突破 很多時候 投資者都不傻 整天講完這些故事 聽得多都不行 所以我們說 這些所謂的公科技和規劃 和競爭方面 中國是這方面突然間 由一個盛宴 變成了突然間 以後可能 這個幻想破滅 因為很難再響 這些廣告書 可能還在美國上市 上市也好 美國政安會要 很嚴查你的報表 不可以像以前那樣 你報 你說就是了 因為以前的確是 幾誇張的 美國竟然這麼多年 對中概股公司 他們是 無意求審查的 抵稿的 你說賺錢 你說就是了 當時 我都不明白 你們為什麼不上市 這麼好的時機 對中概股 所以當時 為什麼不找SVB 入座 背景不同 電台和電視分開 連續分三分三 三個上市 就可以 好過了 其實背景不同 當時 有中共的撐腰 可能很多公司 以為它可以 有撐腰 所以沒有去查 後來 現在已經要通過 要查 所以一個問題 因為有幾分鐘 所以想你講講 就是 你經常講 齒掌匹消的一個道理 現在 之前 經濟學員 講 中國的供應鏈 在亞洲中 正在轉移 情況究竟是怎樣 我們先講數據 我們先講數據 數據方面 看2020年 最簡單 中國很流行說GDP 我們就說GDP 中國GDP增長是3.3 印度6.7 越南8.62 印尼5.3 馬來西亞8.71 菲律賓7.2 新加坡3.6 最差的泰國就是3.2 你看起來 基本平均 比中國要高 甚至高一倍又多 例如越南8.62 所以明顯 這些國家 不會說憑空 還是多生意 肯定理智掌 就是皮銷 所以全世界 消耗這麼多東西 是固定的 大概有一個數目 當然是不會變化 但是這個數目 就是你生產少了 你的錢少了 肯定錢流到其他國家 很明顯 我們看到東盟14個國家 體代是越來越明顯的 所以我們講的 產業鏈轉移 我們想講講 今次有講講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可能今天不夠時間講 但是講講 其實跟耶倫這個 有案外包相當有關係 這個就是 耶倫在2002年7月份 參觀LG 就是韓國首爾的LG 為何知道LG裡面的韓國電器 一個牌子 參觀前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有案外包 意思就是 我們將這些生產產業鏈 外包到一些有好的國家 嚴格說 其實減少了半導體 和一些核心技術 尖端技術 關鍵零部件 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這個叫做有案外包 是2002年7月的輪向韓國出力 這個其實威力 我開始都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都沒有做過 我們當時都覺得 他講一講 他有沒有辦法做得到這麼好的 結果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來講的效果就是 指出我們的想像 鐵家座是 中國本身是封城 鬼失神推突然間有封城 又禁止了 又這樣那樣 又到處跟中美關係 跟中歐關係又不好 那就加劇了整個有案外包的效果 所以見到 整個來講 現在印度是很開心的 印度現在的經濟重量 去到3.38萬億美金 是超過英國 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未來講 現在可能有機會超過日本 成為第三大的 所以這種情況見到 整個 它有20億的人口 加上來講 它的經濟是蓬勃發展 加上它們和美國 和歐盟關係比較友善 尤其是馬來西亞 不要小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個國家 尤其是印尼 印尼是 朱七去了基庫 去支持屋蘭 亞洲國家其中一個 就是印度 印尼西亞去了 見那個司機去支持屋蘭 所以你看到印尼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跟得很足夠 去跟歐美國家的互動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它們正在抓緊這件事 有案外包這件事 真的是 是朋友了 你才可以接受到這些 我包工程 我包生意 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 在未來來說 我們看到 對中國的 制裁大國定位的挑戰 是越來越多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挺大的 我們會找的時間 叫黃先生和我們 詳細一點 在這方面說清楚一點 讓大家知道了 究竟的變化去哪裡 現在變到什麼程度 這個都非常重要 時間關於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很多謝黃先生 我們在下星期同一時間 我們繼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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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